来到三重区光田里的开心农场 除了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青菜、水果 还有鱼菜供生池 为了减少垃圾量 同时让蔬果生长得更好 里内还特别使用不要的果皮 自制水果酵素 来到三重区光田里的开心农场 可以看到角落放置了一桶又一桶的水果酵素 这些都是里内利用原本要丢掉的水果皮 制作成的环保酵素 我们的水果酵素是用糖蜜 用水果的皮像柳丁、橘子还有蚊蛋最好 因为它这样做起来 它有一股它的香味 那如果你有用到新的东西 像有肉类、鱼类 你给它放进去以后它就会很臭 这些运用水果皮制作的酵素 不但可以减少垃圾量 制作完成的水果酵素 在经过稀释之后 倒进鱼菜供生池 可以让水跟蔬菜长得更好 那我们这个就是在鱼菜供生 我给它施肥的 因为鱼菜供生除了说 那个鱼的冰冰以后化成肥料 我们还要补及一些酵素 这样蔬菜长得会更漂亮 由于这里种植的各种蔬果 都会有里民特别跑来买 因此负责照料的志工 也都不使用农药 希望让采买回去的民众 可以吃得更安心 记者沈舟林景瑜三重采访报导